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做了各个方向很周延的调查 就在近日报者刚发布的猎童风暴 揭开未成年性剥削影像的暗黑产业链这个调查里面 我们发掘了一个猎童网络在台湾持续扩大和变形 我们将连续录制两集来谈这个猎童风暴 那这一集要带听众朋友们了解 偷拍右拍的私人社群如何变形进入实体世界 以及猎童网络的暗黑产业链又是怎么成型的 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很辛苦的同事 德莲跟秦轩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德莲 大家好我是秦轩 那我们知道偷拍成人性影像 分享成人性影像给别人 或者是下载性影像 制造性影像 这些其实都是触犯刑法的 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形式 有些是社情复仇 有些是在求职中的拐骗 或者是说在厕所更衣室的被偷拍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 其实在2023年 也就是去年立法院三读通过的立法存储都加重了 而且他设立了一个新的专章 就是妨害性影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的这个专章 让过去我们仅能用妨害秘密罪来处置的偷拍 现在有了新的法律来处理 而且不管你是偷拍散布 最重都可以处以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但是这个是属于成人的性私密影像 今天我们想来专注谈儿哨的性剥削影像 我想听众朋友都很关注的是 2024年艺人黄子焦 他被查获有七部未成年少女的影像以后 社会才关注到原来儿童性剥削影像 这个议题这么严重 那秦轩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8岁以下性剥削影像的持有和外流问题 现在到底有多严峻 可能就先跟听众朋友也是 让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是我们现在定义的这个儿哨性剥削 那当然儿哨两个字就是指儿童跟少年 会是18岁以下的人 而少性剥削这件事情 其实它在法条上有四个定义 但如果我们把它比较简单的 就是分成两类来理解的话 一个是说成人他跟这个儿童或少年性交易 可能是做台配酒啊 或者是员交的行为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现在我们在谈的非常非常泛滥 然后非常非常大宗的 其实是说这些成人在网路上面 他们去散布去购买 然后去制造这些儿童的性私密影像 然后近几年就是卫福部统计都发现说 儿少性影像的泛滥其实是逐年上升的 所以像是20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通报说有这样子的 儿少性影像案件是717件 但是呢 到了2023年已经是快要3000件 是2903件 这通报的也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因为还有很多儿童 他可能拍了这样的影像 这些影像被外流 但是他是从来不敢告诉父母 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去通报给 我们的警政机关指导 其实你觉得是他通报的意识增强了 还是这个犯罪行为其实在扩大 我其实觉得两边都有 因为为了这一篇我其实访问了蛮多的社工 那就开始知道说 现在他们开始进入到国中去教小孩子说 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其实可以通报或者是告诉家长老师 那他们甚至也觉得 现在是要进入到国小去宣导 因为这样的事情现在是太泛滥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可能这个数量的提升 是代表说愿意出来求助的受害人越来越多 那我同事在做这个调查报道的时候 也常常有做噩梦 就是购买贩售船部 儿少的性私密影像 那我想大家可能会比较印象深刻 其实关于儿少性博学影像 就是2020年的时候 韩国有恩浩房事件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恩浩房事件 就是2018年一直到2020年 在南韩发生的性博学事件 作案的人 他是在加密的即时通讯软体 TG就是Telegram上面 建了非常多的聊天室 然后他透过对女性进行性的威胁 来要他们的相片影片 甚至要求受害人做非常侮辱的行为 然后直播他们的行为 所以我想要接着请教秦璇 在这个网路贩售制造 然后散布这些儿少的性私密影像 台湾版本的恩浩房 他的情况又是如何 其实我们这次采访了 就是近年就是台湾最大规模的 这个未成年的恩浩房 那他是2023年台中地检署 破获的一起案子 那我们叫他SCP案 因为里面的加害人 是这样称呼他们的社群 检查官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们在征讯这些加害人的时候 都发现说 他们是非常的收到 所谓2018这个韩国恩浩房的启发 这些加害人就是看到 韩国原来有人用这样的模式犯案 所以他们就一样画葫芦 然后在台湾施行 那简单来说 我以SCP案为例 这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们其中的两位主贤 他们是在IG 就是台湾比较多可能 学生会使用的地方 就去刻意的散布一些求职广告 这些求职广告通常就是主打说 你要不要成为模特儿 或者是你要不要当小模拍照 那你如果拍一些比较清凉 或裸露的照片 我就寄钱给你 或者是给你寄一只iPhone 孩子就是看到这样子 他可能是基于说 比如说家境上可能需要帮忙 或者说他可能需要一点零用钱 可能就去接洽这个嫌犯 那嫌犯他之后就把他们说 好那我们就到Telegram来面试 那面试的话你就要告诉我说 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你的手机电话啊 所有就是那些 面试需要填的东西孩子都交出去 然后之后呢就请孩子就是说 好那你要给我们一些你面试的照片 也就是说那些裸露的照片 他拿到这些照片之后 他就立刻告诉孩子说 其实你被骗了 就是我现在已经都拥有你这些照片 那我就是会把他传给你IG上的朋友 或你的老师或你的父母 那你如果不愿意这样子被传的话 你就要拍更多的所谓的新私密的影片给我们 那我们叫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 然后这些祖贤 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模仿恩浩访呢 就是因为他们就很过分 就是他们把这一个一个跟孩子的聊天室 都把他取一个名称 就比如说叫做牧场一号 牧场二号 那他们的名下之一就是因为他们都说 这些孩子就是他们的母狗 然后呢他们要用牧场来养这些狗 一个一个把他们都编好 然后检察官说 其实他看到这个时候 他是真的是很心疼 然后又很气愤啦 但是也是因为他们都把这些 受害人的个资完全掌握 然后又把他们进行编号 所以这个案件才可以借由这些资料 去找到受害人 然后对应说 他们确实是台湾的受害人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来帮助他们 所以秦轩刚刚讲的典型的模式是 他会透过IG这样的社群媒体 以及Telegram这样的封闭的社群软体 去接触到一群人 我觉得他们其实就真的是蛮针对 小孩子的想法去下他们的幼儿的 因为可能你如果是针对你要骗成人的话 你可能这样子的说辞 说打工送iPhone 你可能不会相信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量身定做 就是说我就是要骗小孩 甚至他告诉孩子说 我是用电到电寄送我的iPhone给你 因为孩子他可能偷偷打工 他不敢让家人知道说 有人会寄东西到我家来 但是电到电 孩子就会愿意给出他们的资讯 孩子给出自己清凉罩的资讯 他们有没有任何的警讯呢 检察官告诉我说 其实很多孩子他可能当下他没有想那么多 他以为真的这就是一个面试 然后他给出他的裸露照片 他是开始到被威胁的时候 他才觉得害怕 尤其是被威胁说要让你的父母知道 你做这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感到非常的害怕 甚至为了不要被父母发现 愿意继续服从这些加害人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会讨论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孩子对于说传送裸露照片 或者他们的身体界限是不是还没有那么明确到 他们可以立刻就意识到说 我现在受害了 或者这是一个有人在侵害我的行为 好那我们从韩国的恩号房 一直到台湾的恩号房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受害者不只是在网路上被流传影片 实际上身份和社交账号也都被公开 就像刚刚秦选说的 他其实会加你的IG 那这种跟真实的身份连结 好像是这几年来出现的非常遏制的行为 我想要请教德莲 究竟受害者的个资会被加害者 或转传者取得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们把这些东西当成商品 就是这些影像 你附上个资就好像是贴上一种标签 比如说女高中生的标签 或是高学历的标签 那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就是因为他跟这些社群媒体联动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账号找到这些人 你购买到这个商品的时候 他会让你产生一个真实感 好像你的猎物就是尽在咫尺 觉得这是这几年来比较 一个比较担心的发展 那关于就是犯罪样态的变化 其实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报道里面 其实有提到一个阿纯他的经历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经历是蛮可怕 是因为这个犯罪者是先在一些社群的软体上 可能他锁定了某一些学校的社团的活动 比如说这个社团活动今天会在A点 或明天会在B点举办这样子 他就提前去买摄影机 等于是去针对这个社团的人去拍摄 那拍摄完之后他又把拍到人脸的影像 拿去比如说校园或拿去哪里去做 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整个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 又比刚刚秦轩提到这个HCP 他是又进化了 因为他可以去结合社群软体 然后也让这个犯罪有更多跟真实性的连结 刚刚秦轩说的是可能在网路上广泛的撒网 然后在手网 他是一个漏斗型的犯罪嘛 然后再去连结到当事人的真实身份 可是刚德莲谈到的 我觉得他的恶意和犯意感觉又更重了 因为他可能过去我们认为偷拍 他就是很random的很随机的遇到一个人 那我就偷拍下来 可是现在你说他们会对准人的脸 偷拍了以后再去寻找他在真实世界的身份 然后甚至进行跟踪 所以锁定这些真实的人 他们用意到底是为什么 就我自己在这些群组里面看 就是在这一些犯罪者的心态上 我觉得他是要追求更大的刺激 因为比如说过去像学定刚提到 一些比较随机的这些偷拍的影像 他们可能过去会去做 或是他在街上 他就随便找一个被害人去从事这种犯罪 可是为什么要锁定这些人 然后带入这种真实感 是因为这样子能够去创造出 我觉得是更狩猎的那种感觉 就比如说你锁定了一个猎物 可以在这个社群里面跟他讲说 我狩猎到了这个猎物 然后他是谁 这个真实感更能够去 就是提高这个刺激这样 所以犯罪者来说 他是一直不断的要激发他的刺激感 那如果对于想要贩售的人来说 他就是会有一个persona 可以去贴标签是吗 对我觉得这两个特性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比如说当你在追踪一个真实的人的时候 你本身可以获得刺激 同时候这个东西你把它打包贴上一些标签 比如说他是他的身材是什么 对或者他的学历是什么 或者他的年纪是什么 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包装在市场上面出售 所以他会有更高的价值 虽然我现在用这个市场或者是货品来讲 我自己都很不安 但是的确这些犯罪者是用非常商品化的想法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暗黑的产业链 那这一次你们其实实际的进入到各个群组 甚至论坛 然后看到影像外流的特性和这些管道 我可不可以再具体的问一下 就这十年来偷拍社群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吗 我觉得学历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词是社群 因为大家可能过去认知里面的这种偷拍 都是单独的方案 现在可能大家知道就是偷拍已经变成一种产业 因为它可以去买卖这一些影像 这个时候社群这个概念就很重要 比如说我刚提到这个阿纯的这个故事 这个背后的迦害人 他也加入了某一些这种偷拍的社群 加入这个偷拍社群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他可以把他这些犯罪的 不管是手法工具地点 他全部分享给另外一位犯罪者 去让这个犯罪结成一种比较密实 比较完整的网络 就是他们可能可以一起去 或是怎么去研究 让这个犯罪的手法 又不容易被追踪 或者是拍到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这十年来一个蛮大的变化 可不可以有一些比较具体的 让听众朋友知道说 有哪些地点或者是手法 是我们自己要非常小心的 地点的话 但第一个是公厕嘛 然后第二个是人多的地方 比如说百货公司啊 捷运啊这些 我觉得都有看到他们在讨论这些地点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可怕的是 学校周围 比如说他们会挑开学日的时候 他们可能称这个是开学日狩猎 他就去学校附近去埋伏 去做拍摄 对那手法上我觉得 可能大家可以比较注意的 他们会把一些针孔摄影机 藏在鞋子 就鞋头这样子 或者是他就装在这个手提的包包里 然后去晃他的这个摄影机 然后借此去达到一个拍摄的效果 可能大家听众 你觉得你周遭的人就行为很奇怪 他可能就是在你周遭一直晃来晃去的时候 我觉得要小心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在你的文章里面有提到 这样的偷拍社群早在十年前 甚至有些偷拍社群就是被警察抓到了 然后瓦解了 他又持续的存在 长达十年的时间 而且很多人是重复的出现 甚至在这个社群里面 有所谓的师徒制的现象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社群 而不是个人吗 可不可以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互相传承 这些偷拍的技巧 2014年的时候有这个拍摄 专门主打以偷拍为主的一个脸书的社团 那个时候有非常多人 好几万人加入了这个社群 然后有几千张的这个偷拍的照片在上面 听说有两万五千人加入了这个社群 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契机 变成就是说 本来这些犯罪 他可能都只是比较单一的随机的方案 当有这个社群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很轻易的连结在一起 随着这个社群被警方查获 然后解散之后 就像雪莉刚讲 这群人并没有消失 因为我们观察到就是 这类的影像 其实还是持续有在网络上存在 我们当然就很好奇就是说 那如果这个这么多人的社团 如果消失了 那他的变化是什么 就带到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师徒制的部分 就变成这些人在社群上建立连结之后 他们可能就会开启一个 比如说私底下的教学 你要怎么样去进阶 比如说你用的设备是什么 你的镜头 然后你拍摄的角度 你要挑的地点 甚至刚刚我们讲到 这个真实性的部分 也是在这种师徒制中去酝酿出来 因为你要让你的这个 他们称之为作品要越来越好 比如说要拍到人家的脸 或者是取得一些真实身份的连结 是变成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 他们可能在私底下去交流 这些东西的时候促成的变化 那我请教一下 他们是在网络上 本来是用化名的身份互相认识吗 加入这个社群 后来是进入了实体吗 他们彼此知道 对方的真实世界的身份吗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 像是双向的保障吗 因为就是我看到的案例里面 后来就是都变成 他们私底下在交流的时候 是知道对方的姓名 甚至知道他大概住在哪里 以此来保证说 我今天知道你是谁 你不会出卖我 那也让这个交流 就是随着这个实体化 就是越来越深入 到底这群人 在社群里的心态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有所谓的传承 他就是有一些 可能有阶级性 然后有可能会被吹捧 我想很多人在这里面 之所以去找到更多 实际受害者的真实生活的照片 也是希望自己在这个社群有地位 这是我在阅读文章的时候 我有感觉到的 这种社群的集体性 还有吹捧性 德连自己在卧底的过程中 你也观察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集体性 就是体现在台北地院的判决书里面 有提到其中一个加害者 他说他加入了某一些偷拍社群之后 他会把这些犯罪的影像 分享给这些人 他称之为是朋友 那我是觉得这个用词还蛮奇特 就是这个集体就提升了 他这些犯罪的可能 因为我觉得有合作有比较 你拍了某一些影像 那你下一次比如说这个对方 可能也会想要拍一些影像 来跟你交流 我蛮想echo就是德连的观察 像我这一次就是比较深入研究 这个SCP案里面 我就觉得他们这种 额槽性剥削的社群 有一个特点是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 很小众的一个社群 所以他们就相对的 在这个社群里面 他就希望互相炫耀说 我又取得了这样子 珍稀的恶劣的影片 我要跟我的同号 就是括号炫耀说 我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他这里面的交流 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个背景上 当这些人被抓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都认为说 自己做的事情 没有比别人做的严重 比如说他可能觉得 我只是骗了这个 耳少的一些性影像 但是另外一个人 他是强迫耳少 可能虐待自己的身体 然后拍下这些影像 他是更过分的 所以我做的这个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很严重 而且他们也会觉得说 你看台湾之前 也没有什么人 是因为耳少性剥削 而被重判什么之类的 所以检察官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抓获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就很自然把其他的共犯 都供出来 一方面也是他们认为说 自己做的行为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我们也知道 这两年的立法 也从刑法或者是 耳少性剥削条例 也都加重了刑责吗 那我不知道你们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这些愿意出来揭露 投牌社群里面运作的人 他们知不知道法令的变化 就算把这个修法的整个加重 或是甚至解释给他们听 我觉得他们一部分之所以出来讲 或者是这个犯行之所以能够继续 第一个他们不觉得自己会被抓 第二个就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犯法的事情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一个集体性的这个氛围 那我自己的观察是 在这个集体性的氛围里面 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断竞争的状态 分享的状态 自然就不会有所谓的这个道德考量 或者是考虑到法律的界限 他反而是不断在禁足这些性影像 或者是他可能需要是更残虐 或者是更私密 我觉得是这样的状态 在这个暗黑的性私密影像 性剥削影像的地下市场 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调查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就是发现有部分的博弈业者 也加入了散布耳烧性剥削影像 过去从2020年来 我们就有针对博弈产业有这样的调查 所以这一次的突破 也是因为我们长期来对博弈产业的观察 那是不是请德林来谈一谈 我们这一次的发现 这个发现我觉得 对我来说我自己是蛮震惊的 因为可能过去 我知道就是博弈产业为了找 就是招揽客户 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手段 那比如说一些什么广告啊 房地产啊 或是各式各样 能够引流的 他们都会去做 那也有所谓的这个色情引流 可是过去基本上 不会有所谓的这个 耳烧性剥削影像在里面 那我们这次观察到就是 台湾最大的这个九州娱乐城 他用了这个耳烧性剥削影像 而且是大量的去作为他的一个广告 就比如说 他要让所有的可能就是这些赌客 知道说我有这个影像 那你可以进来我的群组 然后就去看到或享受这些影像 然后同时后你也可以进到这个博弈网站上面去赌博 他们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这个变化我觉得是蛮始料未及 色情或博弈产业整个融合在一起 我也不是那么难想象 因为赌跟色基本上就是两个很重要 互相依赖的元素 可是我自己更震惊的是 他们现在真的是锁定耳烧性影像 到底这个原因跟你刚刚说的 这个犯罪的升级或者是这种快感 或者是刺激感的升级是有关系的吗 为什么会特别锁定耳烧性影像 我觉得的确是一个慢慢升级的过程 因为可能过去有看到博弈做一些色情引流的时候 他可能是用一些比较商业化的一些成人的影像 包含是台湾的中国的日本的做一个宣传 比如说他们会成立一些群组 然后特别就放这些影像 来让大家去博弈网站上面游玩 那这一次之所以看到这个 耳烧性博弦影像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招牌 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制作成一个广告 然后在上面就直接讲说 我们可能有好几百部未成年的影像 那你如果存值了多少钱 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就是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宣传上面 因为大家可能在过去几年会看到一些脸书社团 他会主打一些什么外流影像这些非常多 我自己在观察里面会发现 像九州他们这个集团 他是大量的去散播 比如说他的群组的连结 或某一些影像的截图 在大量的社团也好 Line也好 或是Telegram也好 让很多人有机会去接触到说 我现在有这个耳烧性博弦影像 你可以进来看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除了这个大量的宣传之外 他也建立一个很绵密的架构 灵活运用各个社群媒体不同的特性 比如说在Telegram里面 他可能让你进来 那因为这个Telegram他可能很强调 隐私 匿名性强 对匿名性很强 你不容易去找到他背后真的是谁 那可能大量去拉客之后 他就把你一路拉进这个Line的群组 需要你去有一些暗语去跟他对这个暗语 那对完之后他确认你这个身份之后 他才能够把你就是进一步的推到下一个群组里面 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结构里面 他不仅去分散了这个被法律追踪的风险 另外一个部分也是他起到了这个分流的作用 然后去审查的作用 那德莲你自己怎么看 因为有群人虽然我们刚刚讲的部分博弈产业 他可能会跟情色有很密切的连接 但是也很有可能就是有些人是单纯的 他只是喜欢玩线上游戏 九州娱乐下面他的集团里面用 二少性剥削影像吸引这些赌客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会让原来也许他完全没有接触到的人 进入到这个性剥削的犯罪里面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把这个问题也问了所有采访的人 包含就是在做犯罪防治的NGO 或者问警察问监察官 我们得到一个比较一致的回答 就是说当这个东西成为一个随手可得的物品 大家会觉得二少性剥削的影像没有什么 有事没事他就会想要再去看这些东西 他可能是不是有更新 或他有什么新的 或现在的议题有什么 是不是可以去追踪 比如说黄指教这个东西 他可能埋了什么 我们在文章里面形容 它是一个造势的效果 它等于就是让这个东西的流动性变得更高 让大家更可以去看到这些 而少性剥削影像 也让大家觉得这个犯罪更不严重 那就你所调查这个集团下面 特别用性剥削影像建立的群组 大概有多少人 那这个集团因为建立了这个群组 它的获利大概又有多少呢 整个群组 因为他们其实自己有做广告 那在他的广告上面 自己的宣称是光是Telegram 就有超过10万个订阅 它可能代表的是 或许就是10万个账户 10万个人这样子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在最终的这些未成年影像的群组里面 我们也看到好几百人加入了这个群组 甚至是快要1000人 那我觉得这个规模是一个 我从来没有想到的规模 至于说获利的话 我们是单纯以它的 比如说你要缴多少钱 就能够砍到这样子 那以最普遍缴1000块 除职成为会员来说 然后再对照这些群组里面的人数 我觉得初估这个获利是应该有将近1亿的基础 刚德莲分析 他其实是一个也是很像漏斗型的 就是一开始他用情色的影片 在你可能会出现的社群媒体 或者是博语网站先投递这样的广告 如果你有兴趣了 你就会进入他们的line的群组里面 他就会开始要求你除职 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导引你去看情色的影片 看这个外流自拍的影片 甚至如果你加值更多的话 你就会进到未成年群组 那我在这边看到的这整个结构呢 包括他们还有提供 就是韩国恩号房的一些影片 然后上面可能都有浮水印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缜密的营运的模式 德莲对于九州这个非常争议 而且在检调眼中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集团 那你也找不到他们的足迹 他们就在网路上有他们很powerful的影响力 对他们的认识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试过要去找 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某一间公司 或某一个集团的投入 有谁执行厂是谁这样子 但的确是找不太到这样子的足迹 比如说我们去查大量的判决数里面 都可以发现光是九州的这个结果 就数量就非常多嘛 利用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也去问了一些曾经跟他们交手过的执法人员 那他们的形容是 九州其实是一个长期盘踞在台湾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博弈的集团 如果大家在Google上面搜寻 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他们的新闻 或甚至是各式各样的网站 你想象到了博弈的东西他们都有 近期他们出现的痕迹是跟这个SBO的这个甲球案有关系 这个也是让我比较震惊 就是其实这个集团的存在 他代表的是博弈在台湾的发展 可能有已经有十几年了 然后他的影响范围非常广 接着过去看到一则新闻是 他有旗下的主头 就是可能在高中就是宣传这个赌球 然后让这个高中神去参与这个赌博行为 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非常大的量体 所以我们刚刚在谈这一次的调查报道 这个猎同风暴 为什么要说这是一个 额绍兴博弦的暗黑产业连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看到 两个大的螺旋 一个就是偷拍跟右拍 刚刚德联和清选也都分析得很清楚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部分 博弈也加入了这个三波 额绍兴博弦影像 那这两个大的风暴呢 就是共生关期混合在一起 它也产生腾源效应 就是让这个风暴变得更大 然后不管我们的法律再怎么强化 他们还是依然顾我 而且看起来这个犯意十足 也没有觉得有自己有罪事感 不知道在这个部分 你们在采访过程当中 我们的公权力是怎么来看待这些犯罪者 然后他们觉得有没有什么 可以真正遏止这样的恶行的状况呢 我自己的话我其实采访下来 你会觉得真的情况是蛮严峻的啦 就是真的犯罪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抓 所以他们有恃无控 那我是蛮赞同就是这次SCP案 检察官陈祥伟的想法 就是其实现在去抓这些人 而且你去给他起诉的重罪 然后你让他确实是可以成罪 那你等于就是在建立一个判例是说 你如果是经手这样的恶超性剥削影像 确实是一个犯罪 确实很严重 而且确实会有后果 那你就在借由这个过程中 不断不断的去告诉社会说 这不是一个没有什么的事情 这很严重 而且不应该做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我们说 如果说要未来怎么做一个可以的方向吧 我这边也有一些想法 就是近期可能有一些读者会看到 就是新竹县政府吧 然后他有发函给新竹的一些单位 然后他把某一些网域都停止解析了 那停止解析这个做法 就是近年来一直有在做嘛 那当然他不是一个最好 最有用的做法 可能刚刚像秦月讲到 就是针对源头去打击是非常重要 那我这边想要提另外一个 就是说除了网域解析以外 更重要就是前端他这个分为制造者 然后还有散播者 然后把这个散播当成一个生意 去经营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犯罪 为什么一直扩大 是因为把他当作生意的人 他到底是不是 你要怎么去针对这些人 他的比如说他的行者是什么 他触犯了哪些法条 然后他是不是一个组织犯罪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必须 要有一个很针对性的对策嘛 或者是一个比较集体性的方法 来去处置这些人 才有办法去让这个东西得到遏制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处理 最底层的这些制造者 我觉得或许他的威吓效果 不见得这么有效 所以警方跟检方 目前在儿哨性剥削影像 这个部分 会是他们调查的主力吗 如果是调查的主力的话 他们有没有什么样方法 是透过组织犯罪的方法 来证办这样的案件吗 我们自己访问的感觉起来 因为其实也接触蛮多位警方 是专门在处理这个 儿哨性剥削犯罪的 其实听得出来 他们都很无力 因为他们可能同时身上 背的是好几十件类似的个案 比如说谁又受侵害 谁的影像又被散播 但是办这个儿哨的这个问题就在于 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量体 非常大组织非常复杂的 而且儿哨性剥削影像的这个买卖跟交易 它其实是比其他网络犯罪更早去做跨谷化的 所以这个东西在侦办上就非常的困难 那再来也是 它并不像枪毒诈欺 它有一个很明确的 比如说讲诚机制 或某一些特定的绩效 在去推动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像刑事局的警察有提到 就是他们觉得办这个案子 就有点像是做功德 因为包含你要去 怎么去询问这些被害人 做笔录 他就是已经是个专业 你必须可能要具备某一些证照 或通过某一些受训 你才可以去询问 然后问了之后 就是也可能他不愿意去讲这个东西 或是他家长的因素 或者是你很难从一个个案去连接到说 它背后是一张网络 因为他看到的东西就是这样 他被散布的可能就是某一些特定的影像 然后或许就是在这两三个论坛里面 那之后呢 我到底要怎么去更深入的追查 当然这个东西他们看到会很神奇 然后很愤怒有正义感 但是比如说像陈祥威 检察官这边用一个组织犯罪 最终去破获整个集团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案例 大多数后他也是善成四处各地的碎片 其实采访蛮多警察都有提到 绩效这点 然后我自己也去看了一下警证署的数据 可以看到说其实 当警证署有给耳超性薄削绩效的时候 那个案件数是突然就盘到三千多件 就是警方查获的耳超性薄削数量 可是当这个绩效制度的计算改变的时候 其实他现在又落回了 就是每一年七百到八百件 那我觉得这个落差 其实就还蛮值得我们都去思考说 那如果现在民众是重视这样子的案件 那到底政府要怎么样的去回应 你们两位经历了这么久的调查 一定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非常多受害者 然后甚至自己有采访受害者的这个心路历程 你最想在这一集提醒我们的读者哪些事情吗 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就是跟很多民众讲这个议题 他还是会认为说 比如说黄子教事情发生 只不过是看个色情影片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大家都会看啊之类的 但是你真的去深入看这些案子 你就知道这并不是只是色情影片啊 他很多是去虐待这些孩子 或者是说就算他是一些裸露的影像 他对于这些孩子就是之后他人生中的伤害 或者是他不断的去回想起这个被传播的痛苦 那都不是单纯的一句说 只不过是色情影片就可以去掩盖的 所以我觉得就我个人如果有说 有希望听众朋友做什么的话 我就是很希望每一次有人在说这样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时候 就是要不断的去跟他讲说 当然是很大不了 然后借由这样不断的去诉说 去让大家不再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情 而且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罚则都已经入罚 就是你如果是无正当的理由 持有这些额少性波血影像的话 可以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者是罚金的 所以他真的并不是大家所想的 就是不会犯法的一件小事而已 秦轩这边讲的还是只是持有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 如果你是右拍或者是拍摄 这个最高也可以处三到十年的图形 那德莲你最想要提醒听众的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刚刚有谈到很多的数位的足迹 还有这个学校的狩猎 这个是我听到也觉得很震撼的 最基本就是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 把自己的行踪或者是 不管你吃什么去哪里玩 然后做什么就是都放在网络上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 让大家知道它的危险性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某些人可能就专门在狩猎你 那这个东西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因为我刚听秦轩讲的蛮认同 是因为很多人不觉得这个东西的影响有多大 因为你看到的可能是某一个人 他是未成年时候 他可能没比16岁的时候 他这个受害的影像 可是你有想过他或许50岁60岁 他还要看到自己的影像同时 在网上被传播吗 然后这个严重性有多大吗 因为在采访这些被害人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真真实的人 他不是只是一个影像 一个汇动的物体 他不是商品 其实关于我们报道 在文章调查报道里面所揭露的讯息 我们都已经交给警方做后续的侦办 就在我们看出的同时 今天很谢谢秦轩跟德莲 我想不管是偷拍右拍新勒索 其实都是对他人性影像的一个掠夺 特别是没有底线的下探 未成年和儿童 那希望大家能够仔细来看 这一系列的调查报道 猎同风暴 揭开未成年性私民影像的暗黑产业链 除了了解犯罪者的心理 和他们可能在公开场合的行动 我们当然自己要保持各种的留意 多提醒身边的朋友注意 当然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不要点开各种性私民影像 特别是不要去助长 所谓的求上车的这种遏制文化的蔓延 那如果你有发现这样的群组的话 请主动的求助 透过保护司或者是展翅的NGO平台 可以要求境内外平台业者主动下架 那我们自己就是不要拍 不要传 不要保留 以上就是这集的节目内容 下一集我们也会持续了 跟张子武 也是在做这一个系列调查报道的同事 再继续聊一聊 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知道 或者到报道者官网 捐款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现在也有YT的频道 搜寻报道者Podcast 一样可以收听节目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也谢谢秦璇跟德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